早安各位 不好意思 5磊子眼現在1點半 我們才剛起床無奈 這種廢青生活究竟要維持多久呢? 仍然失業 其實是沒有用心找工作而已 上一集有些很眼利的觀眾說 看到我們桌子和床掉了位置 沒錯 因為我們之前看到一個留言 他之前都是放畫在床上 一個會生生的禮子給一幅畫 把東西打到臉上 所以我們看到之後 每一晚睡覺的時候 非常之心驚膽戰 調一調去床穩陣 我這些偶像牌靠樣穩食 你這樣搏下來真是 不行 強調一次我是偶像牌 今天厲害了 要說什麼? 我們今天要說英文 我們待會有一個關於英文的小測試 如果自認英文好的話 記住不要走開 但為何後面那麼吵 今天有一個清潔 所以清潔我們家 蛤? 蛤? 因為我們原來有一個清潔 我們又不可以拍攝 因為他很吵 加上又煮不到食物 在廚房給他用 所以要下來吃濕溝的食物 唉 但我們好像走錯路 你真的沒什麼方向在等我 其實我們昨天打算去附近 一個天文台去參觀 但是呢 不停下雨 你看今天又下 地下濕的 但是呢 那天呢 有光的 你千萬不要以為 它的天是藍 它的天是光 就以為是不會下雨 它是會光十分鐘 然後又下半個小時 又光十分鐘 就是給你一些希望 然後一巴掌 吃那間有沒有? 什麼? George 你都沒有其他選擇 可以不好嗎? 那你就對了 走吧 又吃完垃圾 真是不夠命 其實我覺得這裡 七磅以下 吃東西就是吃垃圾 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吃雙倍價錢的東西 對嗎? 這裡很貴 要不要這個英國名產的東西? 什麼來的? Pie and Mash Pie and Mash 即是叫一個十勾Pie 然後放一些gravy上去 然後還有一大塊十勾薯在旁邊 有什麼? Pail Ale應該 One Pail Ale This one? Yeah,One Amber Ale Here we go again I'm so tired so fed up Have you messing with my buzz You shut down Had enough 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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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買了多少錢? 28磅1 你不是說下來吃垃圾 為何最後吃了這麼貴? 剛才買了7磅以下的都是垃圾 即是你預計是我們兩個人 每人7磅留下的 為何現在十幾磅壽司吃到 夠了嗎?Momo 交給你了 好 野食的B roll 來吧 Momo剛才拍的野食的B roll 好,喜歡嗎? 因為Momo之前是做飲食的Media 所以拍食物呢 他真的經驗老到 沒有沒有 沒有 不看個身形就知道 關於食物的經驗老到 吃飽呢 我們現在要去 Asta 即是超市買 買什麼? 買...蛋? 這個要入一磅去 一開始Momo還說 用一磅租車很貴 所以就不租了 但是我老想一下 一磅怎麼租車 當然是按金 他就怕你偷了一磅 一磅 我們去買蛋了 對,這個 15隻2磅 free range 什麼是free range free range 就是雞生活得很開心 就是走地雞 就是走地雞 走了 唉,終於回來了 一回來了 天氣又黑了 英國的天氣真的變幻莫測 就是7點了 唉,你不要刺破我嘛 我才睡了一小時 是時候回正題了 我們這次要說什麼? 我們這次要說英文 對,想說一件事就是 我們其實是一直都低估了 來到這裡所需的英文水平 我們兩個在香港都不說 好就不是特別好 但都不說很差 英文水平的人 但是來這裡 都真的有一些溝通的困難 即是無論是你買東西 去餐廳 當然不會全部聽不到 都是溝通到的 但是有時再多說一次都聽不明白 我覺得是我們未習慣到 這裡的人想用的字 意思就是 如果一個講英文武語的人來到 不是講英文的地方 他會就你 放慢語速用一些簡單的字 但是你來到別人 英文武語的地方 別人就沒有義務地就你 slang那些真的不會明白 還有你可能好一點 你在美國一年 他就會聽得多更好 我倫敦都還好 記不記得之前去過Cardy 去過Manchester 你要看那段影片 真的 struggle得很緊要 他們說什麼 本身都有他們的表達方法 有他們的字 有他們的口音 還喝醉了 真的拿命 不過不要覺得外國的英文就是一樣 美國的時候用的英文 和這裡都可能有少許不同 有一個最典型就是 chips和fries 他一開始經常說fries 我沒有 有啊 你一開始隨口習慣了 因為這裡薯條會叫chips 說到這件事 原來有一件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fries不可以叫chips chips可以叫fries 什麼意思呢 就是 其實所有薯條的東西 在這裡都可以叫chips 但是呢 粗切的薯條 就不可以叫fries 可以叫chips 但是你可以叫那些有切的薯條 叫做fries 簡單來說呢 chips就是粗薯條 但是fries就是有薯條 這樣你可以用chips這個字 去形容優薯條 但是就不可以用fries這個字 去形容粗薯條 哦 明白了 我說明白了 吃個薯條也不太麻煩 英國人不太麻煩了 但我覺得最麻煩的也不是這件事 我覺得最麻煩的是 我們看著這個字 都可能不太會動 這件事簡直是顛覆了 我對英文的理解 是啊 你都好像不懂英文 有沒有做新中學過 剛才說過會有一個小測試 事不宜遲 現在就開始了 字問英文很好 你們呢 看看能不能適合這幾個字 好 首先 第一 這個字 給三個字 猜猜 是不是跟Ruselib Ruselib就可以回家了 Riselib 這個就是我之前 小朋友和我家的地方 Riselib 我入境的時候 Immigration問我 你住哪裡 Ruselib Riselib 然後我心想 為什麼這樣 不過你說是就是 你Immigration reject入境怎麼辦 好啦 適合還是錯呢 我想應該都會錯吧 字 可能是我們的問題 好 第二個 可能坐得更加金 這個字 要試一下 猜猜 怎麼讀 這個字很容易讀 把字拆開就可以了 我們都懂 小學生都懂 Greenrich 是不是 Greenrich 就可以 可以回家 這個字 我也是讀Greenrich Greenrich 很正常 然後小學同學 然後我就說 Granrich 什麼Greenrich 蛤 Granrich 不是吧 那W去哪 我看著這個字 簡直是顛覆了我對英文的形致 原來讀Greenrich 這個字 就是你以前小學的格林威字 其實除了這個地方之外 總之它有一個W 它也一定會Drop 不是吧 那Westminster應該讀S 行 你立刻出鏡 不是 Sminster 艾斯米斯特 其實應該是後面 放在後面的Drop 應該 算了 別想救我你鬼 好了 那就兩個了 起碼都不錯了 都錯一個 不會的就你厲害 第三個 應該多些人會讀對 這個 Wa 是什麼 South 什麼 Q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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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會讀South Quay 如果照字面拼的話 然後你就錯了 South Quay 為什麼Qui 會讀Qui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但是其實這個字 不是一個地名 碼頭也是叫Qui 所以應該會多些人讀對 我記得我一開始跟Agent 就是我們來看樓 然後我就找了Agent Agent問我們是誰 South Qui South Quay Qui 那就是Qui 這個不太特別 第四個 第四個應該是比較有趣的 這個 什麼 然後什麼 C H U T E Mut Chut Chut 是不是會讀MutChut 我也是讀MutChut 那就是MutChut 那就是MutChut 這個是MutChut 就是 也合理 CSU CSU 就是CSU 讀Chu 然後T E 是不差節 但其實這個地方 遊客來說不會太知道外面 純粹是因為它在我們家附近 然後我們覺得這個名字 而且名字是有一個7字 我們都覺得挺有趣的 赤完 那就是第五個 第五個沒有什麼人會錯 尤其是看足球的人 這東西讀 不讀 讀Le Le Square Leicester Square 一個都會知道 因為很多人認識它 就是因為里斯特成的球隊 但是我一開始 沒有那麼多人認識的時候 我也讀錯了 Leicester Leicester 錯了 第六個 托什麼 Court Roll 看足球也不會錯 Ichi 我都說 I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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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Ichi 那它中文叫Ichi 對 但它的名字是托頓客Ichi 接著它讀托頓客 你又失敗了 因為原來那個H不發音 就不快過托頓 托頓 有一個E也不發音 就比托頓 第七個 這個也不會錯 要看足球的人 其實看足球 只能學到英國的地名 對 這個真 對嗎? 我對英國的地名 普遍都是來自英超球隊 如果你看澳地的足球 你就會學懂Fuckin Foolham Foolham 不會叫Foolham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從小到大學中文譯音 Foolham 當然是Foolham 有錯了 Foolham 第八個 這個 有猜什麼 第八個 這個是一個很出名的市場 如果你很喜歡吃的 一定要買 這個我到現在都不懂 交給你 好 那這個讀音呢 Borah 哈哈不好意思 我讀得太衰 其實是讀Borah Market 才對 正常會讀Borah 對 會讀Borah 但是中文好像叫Borah 哦 那Borah的海 Borah Sea Borah Sea Borah Sea 地中海叫什麼 地中海 land in sea Sea in land Borah叫什麼 Erection sea 2 好了 這個測試就完了 這裡總共有八題 你是多少over 八呢 我應該一來到的時候 只認識 Lester Tottenham Foolham 所以應該是三over八 看過有沒有 你呢 你多少 我當然爆發白 哇 這麼威威啊 你馬上寫著My English It's so good 在額頭 I speak good English 還有你有沒有發覺一件事 倫敦不是有很多疑問的 當你跟一個 沒有語言不是英文的人 講英文 你會很有自信 或者是溝通很暢順 但是如果跟你說話的對方 是一個沒有語言 英文的人 那你的壓力就會倍增 你的自信就會從這裡跌到這裡 而且他講很多字 覺得快或者怎樣 你都會不明白 我發覺口音真的不太重要 當然不要令人聽不明白的口音 但是很多我想在這裡大 或者是很早移民過來的人 都會有口音 但是他還是用各自口音說話 我覺得你講到口音 其實就算在英國 除了London之外 也還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口音 我發覺你香港人講英文的時候 經常都會因為 口音不好 口音不好 而卻步不去講英文 你有沒有聽過嗎 香港人有兩種特質 第一種就是Granma塔利班 第二種就是口音塔利班 要是你說到 好像The Queen 像國會議員一樣 要是你不要講英文 一定會被人笑的 如果你們是有人想 真的學好英文的話 千萬不要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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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的Granma會不會不好 覺得我的口音會不會不好 而不去講英文 因為你講得多 你那天才會進步得快 是的 Missy 是的 你很厲害 教人講英文 我沒有 我沒有 以為自己是ABC 不要害羞 不過有一樣東西 有明顯的改變 也不是水平上的進步 但是更加願意去看英文的文章 報紙 這些 因為之前在香港很難看英文的文章 例如我看中文是快很多的 可能是一分鐘看完 我看英文可能要看三分鐘 而且你要很聚精會 要這樣看 英文和簡體字都是 所以我會很難看這些東西 但來到這裏 這個環境全都是英文 如果你去地鐵 因為沒有信號上網 你就一定要看那份文章 所以現在好像比較好 不會太抗拒 因為抗拒是生存不到的 最後想說一件事 之前在Inbox 我說一直都很想有Working holiday 但至於英文不太好 所以就不敢去 其實我覺得真的不用怕 你受香港教育 除非你絕學 否則你英文水平 是日常基本溝通到的 我們兩條彈散的水平 都來不到 生存到 死不去的 你一樣可以 所以不用擔心 更加關係的 不是你的英文能力 是你自己的自信 以及你願不願意 跳出你的信心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Like我們兩個的IG 還有記得按鈴鐺 下星期再見 八九八 八九八